请进 周总 你好 我就是那个考上北大的学生 是你啊 真有出息 谢谢 我记得你叫东东是吧 是的 你不要紧张 你应该骄傲才对啊 我听说这十年来 你是你们那个县城唯一能考上北大的学生 对吧 真是了不起 对了 快把你的录取通知书给我看看 这张录取通知书啊 我做梦都想要 真好啊 你选的是涉外经济管理专业 这专业很好啊 将来肯定大有情途 说不定以后啊 你还可以来我公司帮忙了 等等啊 明天就好好学习啊 嗯 我会的 等我闭了业以后 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 等等啊 你不需要有压力 我也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 我知道农村孩子不容易 所以我听说了你的情况以后 我就决定知中你 我们都是农村的孩子 我帮助你也是应该的 你不要有压力哦 多种 我父母去世的早 我从小就是我奶奶一手 帮我拉扯大的 所以我必须要争口气 只要我有出息了 以后我这个家才有出路 才能好好挖揽我奶奶 嗯 你放心 你尽管好好读书 以后呢 不管有什么困难 你都跟我说 我都会帮助你的 一直到你毕业以后 好吧 总总 真是太感谢你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嗯 回吧 这员工都还等着你发话呢 这公司是继续经营下去 还是全个破产的 我现在也是进退两难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这么优弱寡断啊 什么进退两难啊 我看啊 这公司已经进一步下去了 你别硬撑了 早点解算公司嘛 给大家一个活路嘛 各奔情成 不是 小雅 你怎么说话的 你在这公司 也跟着我好几年了吧 再说了 你还是我表妹吧 怎么公司有一点危机 你第一个给我落井下石 哼 什么危机啊 我看啊 这就是公司 已经到头了 行了 我也不想跟你多说什么 反正啦 我已经找好下家了 你啊 赶紧把我的公司结算一下 啊 我啊 一分钟都不想在这公司待了 行 我把公司转给你 转给你了 嗯 我说到就一定会做到的 周总 反正我不管 今天我来了 我就不走了 东东 你 周总 我知道你的公司收到中创以后 我就把外企的那份工作辞掉了 我要回来帮你重新打理公司 东上再起 东东 你怎么这么傻 那么好的外企工作 你就这样放弃了 那你这四年的北大不是白念了吗 周总 只要能帮助你东上再起 那才算百大的四年大学 没有白念 这四年是你的帮助 我才能完成学业 我要用我学到的知识帮你一把 也算是报恩了 东东 谢谢你